茉莉绿茶座底融合冷脆咖啡 在山东济南 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咖啡师 皮特·克雷格 用东方的绿茶与西方的咖啡 创造出了一款咖啡茶 这款名为茉莉莫莉的咖啡饮品 一惊问世 除了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还吸引了不少留学生等外国人前来品尝 11月26日 记者在济南市市中区的一家咖啡馆内 见到了这位来自奥地利的咖啡师 此时的皮特正在利用漏斗 过滤刚刚抹好的咖啡 一杯果香浓郁的咖啡饮品便制作出来 皮特告诉记者 14年前 一场车祸把它带进了咖啡的世界 为了更好地学习各地的咖啡制作理念 皮特游历德国 比利时等35个国家 多年前 他带着自己探索出来的咖啡理念 来到了中国 来到中国不久 皮特便被中国的茶文化所吸引 他走遍了云南 广东 山东等地 了解中国各种茶叶的特点 试图将茶叶融合到自己的咖啡饮品中 三年前 已在济南定居的皮特发现 茉莉绿茶与埃塞俄比亚的果香咖啡豆融合 可以碰撞出独特的味道 于是一款咖啡茶 在他的咖啡店里应远而生 经过不断的尝试与探索 皮特制作的饮品茉莫莉最终得到了当地人的青睐 目前他借鉴茉莫莉的成功经验 继续研究吃喝大众口味的咖啡茶 皮特认为咖啡茶不光为当地人提供味觉上的享受 还利用茶与咖啡搭建起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皮特已经很久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谈及是否愿意将咖啡茶带回家乡时 皮特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说未来将会把众多咖啡茶饮品带到欧洲 让当地人既可以品尝到咖啡与茶融合的特色饮品 还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茶文化